哈囉大家好,我是保全大叔小禮 今天來開箱這個小點心 這一份是聯名木曜寺超完的香辣炸雞腿 那這一份是他之前心急饗宴的橙汁排骨 這兩個我都沒有吃過,一次開兩個給大家看看囉 來給大家看一下這一份聯名木曜寺的香辣炸雞腿 這一大隻是55塊錢 這個價錢還算合理 可是這個橙汁排骨呢,那是聯名韓碧樓的 那他一份是69塊 看起來小小顆大概5顆,5顆6顆左右 這個一比較這個份量上就差了 我們來試試看看 來我們先來試試這個橙汁排骨的部分 他說是排骨其實沒有骨頭 肉還滿嫩的,其實並不會說有肉味或什麼 橙汁的味道還滿明顯的 它其實是好吃的 只是價錢跟份量上 等下再參考一下 不過是真的好吃 雖然嫩啦,只是稍微乾了一點 但是真的不錯吃 好,那我們接下來試吃這個木曜寺超丸的 聯名的這個香辣炸雞腿 給大家看一下 來 它裡面肉的份量還滿多的 但是你要說辣呢 其實跟麥當勞的這個炸雞比起來 麥當勞還比較辣 那皮的部分的話 這個畢竟是冷凍再加熱 這個皮已經有點軟掉了 其實並不酥 那只是肉的部分 真的是份量滿多的 那肉也不會太柴 肉質本身是不錯 可是你要說辣 真的就只有一點點 OK,今天開箱這兩個小點心 那橙汁排骨是真的好吃 但是69元就稍微貴了點 那這個香辣炸雞腿呢 其實真的不太辣 那皮的部分其實也不太酥 但是夠大隻 肉的份量也夠 大家再參考一下囉 掰掰